好,玩具TV,新年快樂,我們2019年,新年都有看,生都要開工,2019年第一隻玩具就是這隻入手,大家都想著在這個,好像是早兩天就有人鋪了,有那些合照,好像很快就失去了,然後之後大家都很期待這個過年前會派,誰不知不是, Dr.Strain,是復仇者3的造型來的,其實上次我們也是同樣的,我們兩個開合,我們覺得它那個分別,有沒有什麼位置特別,不如看這個盒子,其實那個盒子就是有做Avengers第三集裡面,它現在類似的,好像Hologram,還是Screenbar出來的那種有一間間的感覺,不過我個人是很喜歡它上一個, 好像是扭出來的那個盒子,有些像它本身的魔法,都是扭來扭去的,好像是每一,通常不是系列的,獨立就會特別花生機一點的設計,所以看到這個的時候,不過它面上的幅畫很漂亮,其實你會看到它這個系列全部面上的幅畫很漂亮,甚至雷神那盒也是那幅畫很漂亮, 所以你會看到這個系列全部面上的幅畫很漂亮,我們又看回主體了,他說的那件袍子應該是新造的,我印象中它的袍子,好像它的邊緣很多都不同了,還有剛才穿的時候有一個很棒的東西,就是它的磁吸力很強 它基本上你一穿上去,它有一下子的磁力很大,你會感覺到很實在的感覺,那個很棒的,然後另外就是,我想最明顯的分別是後面這裏多了很多不同的碎花 都是呀,還有那些皺摺都做得挺漂亮,因為主要是有些有的鐵線在那裏,那你怎樣飄都沒問題了,再加上這個蛇架,很漂亮啊,這裏很可愛 那件袍子應該是有這麼多的苦工下去的,因為裡面的袍子是自己飛動的 對,本來它也是有生命的,對 還有,其實你看到它的袍頂這些,這些應該不是拿機車的,全部都是手工針 因為它跨了出去,跨了出去,要咬過另一邊的,全部都是手工針 因為我之前想做的,之後就發現那個誤差太大,成本高和誤差大,所以後來取消了 所以其實這些針是很麻煩的,所以看到它做的感覺都很驚訝 上次玩完的衣服已經很棒,這次保持水準,仍然都是這麼多層 是啊,我誇張一下這個,真的有五層 所以其實Dr.Singley,很難得在Marvel裡面玩衣服,除了美國隊長 就是他玩衣服玩得最厲害的感覺 是啊,鞋扭做法的 就是它是蠟帶,然後弄鬆了那個味道 它的服飾其實我覺得都是用中古的做藍本 所以你這麼多層面 它這件袍其實都是中古的模式,叫Mental那件袍來的,就是藍色的 所以很多位置它可以發揮 有很多朋友可能覺得它本身的衣服好像分別不太大 不過我發覺除了一件斗篷之後,你會看到它裡面的衣服是不同的 我想像中上次,它這件袍,它這個簡直是一件過達到哪個上面 這次這個位置,它另外分了一件不同的層面出來 所以表面上好像,有點像美國隊長之前你看前行 或者去到AOU那些,你經常都覺得很像很像 但其實它們在那個設定上,就是下了很多苦工去改變了很多 你可以還原一個斗篷先生出來 都很挺的,可以有一個形的 整件都很好屈 好屈嗎? 屈一下它,屈它 另外這集的特點呢,就是多了很多效果 是啊,上次好像大概是兩三餅 三餅,還有柳池石 柳池石 柳池石 本身大家都當時應該不是很... 想著它不會再出《Doctor Strange》 畢竟大家覺得造型跟它上一次很接觸的 之前做過訪問也是問過會不會再出 他說有些很相近的角色是不會出的 然後突然就彈出了《Doctor Strange》 大家都很驚訝,為什麼會有 我想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沒有了上次那些 關於時間方面的配件 即是《契約手道》那個 還有沒有了一本書 今次就多了很多攻擊性的武器 即是突然之間在《Avengers》第三集裡面 它就多了很多不同的新的器材 即是例如這個深紅魔帶 然後又多了一把劍 這個可以扯著那個手 Dainos 對 扯著他的手 扯著兩邊手 有一段好像是 這個上色多漂亮 特別 它除了它本身有些透明紅之外 它掃了一些橙 然後它有些類似燒焦了的效果 即是它感覺上有些像是很熱 或者是熔岩之類的效果 所以這條帶信息很漂亮 而且它很有趣 大家看以為它是軟的 其實它是硬的 它是硬的 類似ABS那樣的東西 而且它好像有些繁紋 裡面的東西 它全部掃光了那些紋 所以其實這個是很漂亮 基本上它是 你看看是一二三四個組合在一起 這個東西是很怪的 即是有到惡恐力 又不會砸皮 真的像一些印尼咖喱流 還有這一把火焰劍 這集其實它多了很多 2個叫劍的刀 其實是攻擊性的魔法 以前好像防身刀 那時候就多了一些攻擊性 就比較深紅 在心紅的感覺 突然間多了很多新玩法 兩個披薩 而且他在這次的電影上的表現這麼厲害 其實你真的沒有辦法抗拒 其實他也挺重要的 他跟Tony變了兩個好像有一個頭頭 是的 而他是整件事的關鍵 因為看了幾多次的未來 其實看漫畫的時候 他會經常被人當傳送門用 因為那時候看完那套電影之後 我就走了去看 你翻盤看 是的 我看到漫畫 但是他在漫畫裡面的角色 就好像傳送門一樣 把人們扔來扔去 那我們也看看這些 丟得這麼漂亮的手型 這些獵花 獵花手 他有一罐保留它之前 因為他做過手術 他之前手宣之後 很多班 那些痕跡就保留在這裡 他找到一個癮 他奇蹟地在癱瘓裡面康復了 誰知道他甚至乎去了打球 是的 然後他就經過那個人介紹一下 他就去了這個 找Asian One那裡去學習這個 基本上故事就是這樣開始 是的 這個就是他的故事 又是十幾隻手 十三隻手 因為他的速度太驚人了 只不過用這個 他很有潛力去輕輕大 就算了 其實他也剛剛 其實上一集他剛剛才學會 剛剛才學會 是的 現在已經是MASTER 你的頭髮已經立起了 比較帥 其實他也有很多玩法 就是你可以這個有配這個 當然你能保持住 有辦法保持住 你就可以玩很多東西 所以我們這些 有些強迫症的人 就會把所有配件 全部拿走 還有很有趣的 你去看 你覺得他這個 有些支柱 你感覺上就好像 嘩 怎麼那麼流 但不是的 他沒有偷你雞 為什麼呢 他在這柱上面 是有字的 是的 不知道拍到嗎 拍到 是的 他沒有偷你雞 他每一條柱都有字 你看到這柱上面也有字 所以是很細心的 他做這件事 各位兄弟 是很細心的 原來Buffin應該是大陸爺的 是的 他這就是 他圍繞著手指的 攝繞著手指的 但他剛才說的 他就剛好 五隻手指 這裡五隻手指 這個手指公 他類似每個 有兩個差的東西 就是 繞著手指 所以 其實這些是一些很細心 也都很瘋狂的想法 但如果不是這樣 你就要 變成在手掌上開個洞 我覺得這個做法很完美 其實 頭雕漂亮 頭雕都是 傳說中都是有FIVA 雕 再雕多一次的版本 不過 我個人來說 我比較喜歡 第一集的頭雕 為什麼 因為有執音 比較像是他的角色 因為 因為 有一段 他很強調過 就是 Tony 問Doctor Strange 問你 是不是在玩頭髮 然後 就是他的音 在飛一下飛一下 你會很有 深刻印象 在那些地方 但是 當時看到這個頭雕沒有了 那個執音之後 我就突然想 還是差一點 但是 上去就 變成Master之後 好像滄露了很多 是啊 但是這個表情 我就覺得比上一個好一點 有氣一點 感覺上 人有點怒氣 我看完 我覺得這個 做得很像 劇裡面的那個 真的很像 雖然我是老一點 但是 西人的樣子 很快老 我都期待 快點 推出Tony 讓他們兩個 可以加入對手戲 希望 在這個 一月份 有機會 拍 Mk 50 因為 小弟是首日單 這隻 這隻無奇 那個 很期待 那一刻 大家猜過 應該會在一至三月 會不斷慢慢出發 因為要遷就 那是一套戲 之前 因為他要做 預訂第四集 是啊 那就玩到這裡 2019年 應該有排包 是啊 有排包 不過學會這樣 到底Hot Hots 會不會公佈什麼 新的消息 他好像出了一條電影 很厲害 哦 會不會是另一些比例呢 是 會不會出1比1呢 哇 1比1 會不會出1比11 會不會出1比12 會不會出1 會不會出1 好 拜拜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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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